现在呢 一期到座最近在修成 没有想到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位新竹的无姓农民 他遇到的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呢 他上台中协助割道 一天可以赚到三万块 可是呢 现在他的损失更大了 因为他的四台 总价值一千万的割道机 是遭到撒盐恶搞 全部都坏了 警方在调查之后呢 初步不排除是同业竞争 疑似是不满外地人 跨区抢工 蓄意破坏 可是这个割道地点很偏僻 所以附近没有监视器 让这位新竹的无姓农民 只能够自认倒霉 他说呢 做农半辈子 倒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